北京时间7月15日,23点,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,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开战。 一边是本进世界杯总身价,最贵的球队高卢雄姬法国,另一边是首次杀入世界杯决赛,渴望创造历史的克罗地亚,法国渴望20年前捧杯之后登顶,克罗地亚则是历史上,首次与大力神杯如此近距离,两队都将为了荣誉全力以赴,是法国再次居临天下,还是克罗地亚新王登基? 一,世界杯战绩法国优势明显,身价完爆对手FIFA最新世界排名,法国高居第七,克罗地亚则是位居20,法国在1998年,作为东道主获得了世界杯冠军,2006年杀入决赛最终点球大战不敌意大利队,而克罗地亚世界杯上最好的成绩也是在1998年,当时以最强黑马之姿获得继军, 半决赛正式倒在法国队的脚下,如今的这支法国,一开始就是夺冠大热门,他们高达10.8亿欧元的总身价位居32强第一位,而克罗地亚全队身价仅仅仅3.41亿欧元,只有法国队的三分之一,两队总身价高达111亿人民币, 但法国队纸面实力和球员个人能力占据绝对优势,但是在世界杯这个为国而战的大舞台,身价并不是唯一衡量因素,两队谁将踢出更强大的精神力量,拭目以待。 2. 回顾晋级之路,高卢雄姬以意待劳,法国在小组赛相对慢热,前两场比赛分别一球小胜澳大利亚和毕鲁,最后一场与丹麦门平,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,开始爆发惊人能量,身处死亡上半驱的他们,强势淘汰。 2. 阿根廷和乌拉圭,立刻比利时之后进军决赛,而克罗地亚的晋级之路,显得更加艰难,在经历了小组赛三战三胜强势晋级之后,在实力相对较弱的下半驱,淘汰赛他们却踢得格外艰难。 3. 与丹麦、俄罗斯、英格兰三场比赛,每一场都踢满了120分钟,还经历了两场残酷的点球大战,是克罗地亚学两年前欧洲杯的葡萄牙一路平天下,还是法国队以一代劳作收余力。 3. 匹北城格子军团最大敌人,佩里希奇恐缺席两队的晋级之路截然不同,这让克罗地亚的体能成为最大的软肋。 3. 而相比克罗地亚的三场360分钟而言,法国队则轻松得多,三场比赛全部在常规时间结束,加起来克罗地亚相当于多打了90分钟,整整一场比赛的时间,并且克罗地亚在与法国队比赛之前还要少休息一天,多打了90分钟,还少休一天。 4. 这种高强度的比赛,将让克罗地亚全队的体力都严重透支,并且法国队的整体年龄比克罗地亚年轻。 4. 这让替能占优的法国攻击取有足够多的优势,去用速度和耐力冲击克罗地亚的防线,疲劳带来的影响,还体现在伤病。 与英格兰一战后,贡献一船一舍的功臣佩里希奇大腿出现了伤情,据说缺席了第二天的训练,决赛能否出战也成疑。 这样看来,克罗地亚可谓乌鲁偏逢连夜雨。 4. 球星争辉,摩迪PK法国群星,谁能均临天下? 1998年世界杯决赛,其达内挺身而出,用并不擅长的投球两次破门,一战击败崩透正进的外星人罗纳尔多,登领当年的球王宝座。 如今法国队能够决定比赛的人很多,谁能在决赛这样的大场面脱颖而出? 或许是姆巴佩,或许是格里兹麦,无论是谁,都将帮法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。 而如果克罗地亚夺冠,本年度已经手握欧冠奖杯的莫德里奇很可能会击败C罗获得今年的BIF金球奖,结束过去十年的梅罗统治,新的世界足球先生即将登基,摩迪的表现配得上这一荣誉,祝摩迪和克罗地亚好运。 感谢观看